不要緊,神會悅吶的 好,我們看下去 是不是有說問題想問一下 好,可以 這是要跟大家說一下癌症經驗 要先告訴一下癌症去訪問 怎麼樣都沒有呢 用力性的,是吧 當我們在試問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子有一個 好像是說 戒定也好 或者說有一個 丟肝也好 就是說有一個 憑戒 有的時候當我們在服飾的時候 會不會有 有的時候變成 自我感受良好的 他雖然 剛才問一下癌症去服飾 但是並不是神所要的 會不會有很多人會這樣 你們不明白他的問題 你能不能講簡單一點 就是說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 善地 不叫以善癌的時候 我跟以善癌說 就是說 你就做嘛 你就這樣 對 但是有的時候 我們在服飾的時候 會不會 好像自我感覺良好的 你這並不是善地 像你做的 但是他也做了非常乾淨 非常樂意 我常相信 有些人做得非常好 但是假如他目標放錯了 事情還未成就 結果還是好的 不過他自己 與那個結果沒有什麼關係 我也相信 有人看結果 不是人所看這麼美好 但是他覺得 他自己得到很大的祝福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你相不相信 神能夠用那些不信主人 成就他的事情 是不是 耶穌基督出生嗎 用那些種毒 那些家旨意這些 上帝會用信主 不信主人 完成他的事工 就算一個人的目標放錯了 我想表現我自己 對不對 我想你認識我多偉大 不過 人會得到招救 那我卻是與那個沒分 假如我真的方正清楚 方正確我服侍的目標與對象 好像就是順服神 把我放在什麼地方 就算我沒有什麼結果 其實三地要 我們說過 事奉是神改變人 塑造人等於要管道 你知道嗎 我還是得到益處的 你知道我講什麼 OK 所以我不到回答 就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就算他看不清楚 只要他目標方而準 他還是 教他明白事奉的意義 不用那個衡量自己 就有福了 耶穌基督也是 馬太福音第十一章 他的四十一章 懷疑他 究竟你是不是那個要來的人 當時他到處 十一章開始 他到處去城市 講道 城市人都拒絕耶穌 那時候 耶穌就說 天地主我感謝你 你像聪明人就隐藏這些 然後他說 父啊 使得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什麼美意 所以 就算人拒絕他 他說 神呢 這是你的美意 然後他轉頭 對於那些 對於門徒說 我心里猶何謙卑 你們學我一样事 你們就得了安息 因為我大职清省了 我二是容易的 記得嗎 那句話是耶穌 對於事奉的人講的 只要你學會一样事情 不看成果 成果一切都很壞 只要你甘心忠心做好 不要用那個衡量你自己 然後 你心里的柔和謙卑 一無所求 你心里面根本 別人稱讚也好 見到結果也好 I'm fine 我是一個perfectionist 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他們告訴你 一段長時間 每次我講完道以後 我回去都很 我心里面都責備我自己了 又講錯了 又講不好 又講不清楚了 我自己不停地批評我自己 我自己批評我自己 很不開心的 那一直到我的同工 梁長官牧師 有一天他跟他說 陳牧師 我看到每一次講完道以後 我問你 你都很內疚的自己責備自己 你在幹什麼 他說 真的我覺得 我應該講得更好的 他說 陳牧師 你講道多少篇了 我說數不清楚了 你講了幾年 講了四十幾年 一個禮拜一篇好了 講了多少篇 我不懂就算了 相不相信能夠講神級 講道是一個神級 而且講了這麼多年 是不是神級 你沒有資格批評神級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自己怎麼樣看我自己 我自己責備自己 說你做得不好 但是 一個角度來看 我能夠講是神級 不要用那個結果 來衡量我自己 人是這樣 你唱歌也是這樣 有時候唱得 你覺得不錯 有時候覺得不好 錯好不好 假如人對象是為主唱 沒有好不好的 你不必自責備自己 好的時候就很高興 別人說唱事很好 你就很高興 唱得不好 你就不開心 看得準 然後回到你的問題 可能是自我表示 然後這樣的話 那個師公與我無分 假如我發了準 結果怎麼樣 我是得到祝福 有沒有答到你的答案 有沒有回答你的答案 有問題是不是這樣 或者我誤解了 是是這樣 但是我同意 就是兩方面 有的時候就是 我們看到一些 來出世的事物 事實是不好的 然後我們不自己發生 好像我們是自我安護一樣 是自我安護一樣 也是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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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就是你做得不好 自己安慰自己 我就盡而立了 我坦白告訴你 我從來不吵冷斑的講到 就是說我不會用從一篇講到再講 就算我這門課我教了很多次 剛剛師偉或者是誰 他告訴我說我上網 知道你2016年在你教會你教過 那他說跟這個不一樣 因為我已經改了 坦白說我教完嘉南那五天之後 我回去去改了 所以我一早就把PowerPoint寄給鄭長老 前一天我再給一套新的 我說換一套新的 為什麼 因為我永遠不會滿足 我平均寫獎章 這次我替你四篇 我都全部差不多重寫的 這四篇我講過 但是我看了以後 我都不滿意丟在一邊 我說現在我是對西羅蘭教會 福州的弟兄姐妹講的 他們的情況是這樣 我就改 我平均一篇 我花三十到四十個小時 一個禮拜有多少個小時 我每個禮拜講 我講英文堂 我講國語堂 我講廣東堂 每一堂都不同星系 你看我哪有時間 不過我告訴你 我盡我的本分做好 假如我是聖尼充滿就講 聖尼不充滿就上去再說 我完全這樣的話 我必須要負責任 但是假如我花了三十個小時 四十個小時 預備了 我講完 我就放下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沒有練習 你不能把責任推給神 說哎呀 算了 所以我勸告你 你要衡量你自己的時間 不要擔負太多的施工 教會是這樣的 施奉是裝備聖徒的對不對 所以有些施工過期了 已經沒有什麼作用了 應該關掉 免得浪費人力 因為施工是傳到書第三章 栽種有時 菜尾有時 殿教有時 所以有些不再適合施工 不要到處去 別人有你就操你 因為你沒有那些人就不要做 你什麼都開始的話 就坐死 弟兄姐妹 集中 讓他們有平衡的生活 我絕不贊成一個教會 太多施工事 他也能顧不了自己家庭 人若不好好管你的家 也能管理教會 對不對 你的老公 你的愛人 是需要管一管的 你就回去管你的愛人吧 姊妹們是需要愛的 你好好去愛你的愛人吧 不過 在這平衡上面 我現在立志 下次你不會見到我 一見到就是 師母一定在旁邊 我不再出去 都會自己一個人出去了 因為我師母以前 過去幾年 我師母要看孩子過不來 我以後不會來這邊 十天一個人 好苦喔 你們回去還有家人 我一個人躲在旅館裡面 幹什麼 想念愛人 是真的啊 如果真的我不 下次師父帶你 看過來 下次師父已經過來 當然是 你不請他我不來 他本說家人是平衡的 特別在我飛機當中 我看美國一個報導說 美國男人的平均歲數是76歲半 我現在71歲 那還有幾年 十天就是十天了 我不見我愛人十天了 所以下次不幹了 我就是神說 神啊 我二十幾歲出來服侍你 才現在 能不能留下幾年我陪我太太 可不可以 過去她要去日本 我就買了DVD讓她看 我不喜歡旅行的 她喜歡旅行 我說去哪裡 日本 我就跑去DVD買了日本 讓她看看 她說 看什麼 我說你要看日本啊 我要去玩 去玩什麼好玩 坐在那邊喝杯茶 看看日本風景 你要看風景嘛 對不對 那你要坐飛機嗎 她說我跟這種人 加錯人了 她要去巴黎 我就買巴黎的DVD 以後我不幹了 我陪她 因為她喜歡 老實說 你要跟家裡 家人平衡 還有孩子 熱心 激烈的經驗姐妹 聽到陳牧師的懺悔路 我有一個懺悔 我跟你講 你不要跟別人講 說真的 我在越南做牧師的 我很羨慕聖功 後來解放了嘛 牧師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現在沒有了 那段時間是社會成分 很不好的成分 我被送去勞改 後來有幾年逃出來 難民 生活 後來總是上帝開門 讓我去念 再回去念書 我永遠不會放棄 我拿著那個 行李 站在學院面前 其實學院跟我家裡距離 只剩一個小時 我隨時可以回家 但是我決定住在學院 我說好難等到八年才有機會在服飾 我要好好的念書 念書以後補回去 我女兒那時候十三歲 所以半一的時候 我說好 我快點三年的學位 我兩年半就念完 我念到禮拜六我在裡面念 晚上回去家裡面 見見女兒親親師母就睡覺了 然後第二天崇拜以後 我就回去再念 兩年半 我以為我有機會補回去 誰知道 沒有 我畢業的時候我女兒去德國念書 德國之後她去Boston 後來她慢慢冷淡了 我那時候她最需要我的時候 等我去念書 我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我搬去北卡 因為突然間打電話說 爸媽能不能來幫幫我 我想補回 我過去虧欠的那個 她們說我弟兄姐妹補不回來 現在我女兒 我女兒是醫生 她念兒科做醫生 她決定再去念兒科的專科 現在她一個禮拜要有兩天 是三十六個小時不能睡覺的 兩天 我勸她不要念 她說我喜歡這個 你替我看這個孩子 我念完我就 我站在做專科醫生的話 我就很自由 我一個禮拜可以去兩天 我就 我告訴你的時候 Come on 你爸已經試過了 你還試 你孩子一天 過去一天 你不管他 就算你拿到專科出來 你知道你損失什麼嗎 孩子成長過程當中 你沒有陪著他走 你一生都賺不回來 他不聽我 要怎麼我告訴你 特別是男生 弟兄們 你家人是需要你的 你不要以為 你把事業做好了 才去陪愛人 你做好事業以後 你愛人早就走了 我說真的 就算fisically 他身體人還在 心理應習慣沒有你了 你損失是多麼大 我不是說你不要拼 我知道你們很拼的 我也很拼的 我剛在美國的時候 我同時做三份工作 早上拍報紙 七點多去上班 五點多回來吃一口麵包 去吃銀行去 晚上銀行有一個 支票平衡的部門 我在那邊坐到十一點 回到家十二點 睡十個小時起來 五點去拍報紙 夠不夠拼 我們都是拼出來的 但是拼 我們是有計劃的拼出來 因為我叫我太太 你不要做 你去念書 你念完出來 我去念書 輪到你拼 五年六年之後 我們兩個就穩定了 我是有計劃拼 如果你要拼的話 你一定要看看你家裡的需要 你孩子一天一天成長 你拼世界 孩子跟健康差不多 你年輕的時候 用你的健康去換錢 你到我這本年級的時候 想用錢去換健康 你換不回來 你的錢留給誰 你們好意思嗎 年輕的時候 你用健康去拼 你去打工啊 拼命賺 到你年長一點之後 什麼病都回來的時候 你有多少錢 我見過一個人 拼拼拼拼 結果眼睛都瞎了 他被咽癌 他做餐館裡面工作 他自己開餐館的 捨不得吃餐館的東西 他吃婦孺 是不是叫婦孺 都婦孺 我說客人 你開這餐館吃得到他 捨不得 吃了嘛 後來他年長的時候 癌症上了這邊 他嚇了 因為弟兄我住在他年上月 他姐姐是這樣 每天早上把一瓶 美國以前的銀幣 美國以前一塊錢是銀的 他留住一盤 每天早上從這裡搬到這裡 這裡搬到那裡 我就好難過 為什麼 你開餐館 為什麼要吃豆腐乳 生癌的 偶爾吃一吃就算了吧 你每天吃這樣 你用命來賺 省了一兩塊錢 你餐館 為什麼要 人是想不通的 神經說很對 人若換賺得全世界 賠上你的自己的生命 你賠上你的孩子 賠上你的健康 你拿什麼來換 不要太拼了 各位 我們都是拼出來的 背頭看來 不要太拼 你的健康重要 你賺得很多 你沒有健康 沒有人可憐你的 在美國是一個 機會的地方 也是一個 怎麼說呢 青蛙在溫水當中 慢煮熟了也不知道 你聽過這個故事嗎 你在這邊 美金是賺不完的 你記得美金是賺不完的 為什麼要賠上你的生命呢 還有你家庭 還有你服侍 我感謝主 今天你們放下很多 明天你來 我是很感動 我知道你犧牲很多 但是你也知道我犧牲很多 我的愛人在家裡等我了 我們都有一個盼望 我希望你們在神的家當中 不但是你們在教會 你們在家庭 和女生上面都有一個好榜樣 你對信仰認真 你孩子上來就對信仰認真 你對信仰很麻糊 孩子眼睛是雪亮的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會看到你 他會知道你信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好好的 活出一個敬衛生的榜樣 讓你孩子是有敬錢的後代 好不好 比你給他什麼財寶更有幫助 這是提外 OK 這裡有一批經文 我不一… 因為沒有很多時間 創世紀第一章 二十六日 阿伯恩 有沒有人記得是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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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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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蛤蛤 我的圣经是新的 所以有时候念在一起 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对不对 神造人是给他们有一个使命 有个工作 问你神为什么造女人 造女人替男人生孩子吗 煮饭给她吃吗 骂她教训她吗 帮助 帮助在什么时候帮助 帮助帮 洗碗 上帝给一个使命 侍奉的机会管理地上所有的东西 交给亚当 当他命名的时候 命名就是他要认识这些动物 叫起名字就代表认识 当亚当替上帝要认识 在世上创造的各样动物管理他们的时候 他觉得一个人独具不好 叫创造女人来帮助那些男人 所以女人你是帮助者 帮助她做什么 不是帮助她生孩子 不是帮助她赚钱 帮助她完成神给她的使命 在新兴神学院讲过一篇道 是教家庭的使命感 上帝创造家庭是有使命的 使命是有总括性的使命 也有特殊的使命 上帝为什么让你们两个成立家庭 除了生下一代之后 互相有办案之外 上帝有一个工作给你们 要祷告 上帝还要怎么样用我们家庭 这个家庭使命 上帝创造人 是不自然创造享受 而上帝要人成熟 长大像他 所以就使命给人 家庭都是一样 四篇第八篇 第九十篇等等 你看下去 你就觉得 世人会明白 神给我们自卫 懂得怎么样用自己的日子 以夫所书第一章 记得以夫所书吗 以夫所书第一章说 神在创造世界之前 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记得吗 要我们成为圣洁 里面你读下去的时候 有一句话常常出现 是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 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 上帝杀我们 是解了我们的生命 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 所以我们是 侍奉官 你侍奉你唱歌唱得好 你画画你教书教得好 是教神的荣耀得到称赞 你衡量这件事情的成果是 究竟是不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 或者别人称赞自己 好厉害 小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教会 有人说 阿 基督罗教会好厉害 不是 我们的神好厉害 我们神真伟大 神的荣耀 神能够接着一批苏州人 然后建立成为一个 使很多人生命都要改变的教会 厉不厉害 不是你们福州人厉害 你们的神厉害 我们的主伟大 能够用我们这些人 能够成就神起码的施工 启示录十四章 你看一看这里 这里很重要 十四章 我又观看十三节 前面是精霸 中章 OK 替我们念 起来 我听见一句天上的声音说 你要去写下 从今以后 在府内 而死者 没有福来 圣灵说 实施的 阿们吸了自己的牢独 做工的果相 也许的阿们 我又观看 一切有一面白云 云上这者 最好象之子 头上带着金光灵 手里拿着 开灵 好 我们到这里 这里 一念下去 讲到主来收割 我今年对感动的是 这位主收割的东西 事实上是那些人 主耶稣告诉那些人说 你们在主内 死的人 有福了 为什么 做工的果相 随着你们 有什么你可以带走的 这是你要带走的 这不是你带走 是会跟随着你的 你去到神面前 这果子会随着你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 你可以带走的 你到我家 你会看到很多化石 我是很喜欢玩化石的一个人 当然知道 丢了一些木化石 我还有很多化石 每次我拿过化石 我一人教会在建堂的时候 地下化出一块木头化石 那些工人就把它丢在地上 我捡回去 把它擦干净 摆在我 我说有一天建完 你会谈我要把它拿去 你不想做永恶劫 那块化石起码一百万年 化石是一两百万年 我每次拿着化 发财 发财了 送给你好不好 发财了 现在我在搬家 我不是发财 是每天我的爱人在骂我 你家我到我家替我搬 我太太就说 有一次我去巴西教书 从巴西 巴西是出名化石的地方 所以买了一块好漂亮的木头化石 从木中间割出来 木那个圆圈是清楚 我判了去 太太 多少钱 才四十块吧 四十块买这个东西 你怎么拿回来的 看都值得 你知道我太太说什么 他说这块化石多久了 他说起码一百万了 你能活多久 你买他吗 你借来用一用而已 借来看一看 看几年时候归别人了 化石还是化石 明白吗 不是你的 什么是你的 你买了房子 你以为是你的 我回去就买房子了 房子是银行的 最糟糕的是 好像我这种人 有一天过去了 收拾我东西的人 一边收拾一边骂我 这种东西 这么多石头 想不通 狼狈 没有东西带走 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你 这才是你的宝贝 你要善目胜贡 你不坐在主身上 不会土壤 记得吗 那个女人把香告 告在耶稣身上面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传福音要提到这女人 有一天在神面前 永远记得这品香告 假如她这卖的香告 能够用多久 可能用一年 不是啦 就紧这个东西放久了 就没用了 你坐在主身上的时候 永远有果效 所以一定要服侍 不过再说一次 要平和 你读书时间 也好好读书 你们喜欢读书的 这里有没有读书的 我知道你们都聘胜 我很难 大家要聘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有四岁的孩子 要聘的时候 不简单 但是 好好准备自己 弟兄姐妹 原谅我讲这个 美国很大 美国不但是 多个人的地方 明白吗 美国有很多的 不同人种 美国很大 非常大 比中国复杂的多 有很多事情 你不要自己困在 一个小小的地方 我来的时候 我是来加州的 我来几个月之后 我就走了 我来 谢谢 听手了 好得多 谢谢 我去加州的时候 我看到这地方正好 都是中国人 但是再想下去 真的不好 因为假如那时候 我三十岁 假如我拼下去 拼十年 就是四十岁 再拼十年 就是五十岁 我根本没有见过美国 我就住在那边 我永远不会学会我英文 我就挡住在那边 世界很大 我知道你在拼 但是你要看远一点 开阔你的眼光 你一定要明白 美国社会 美国是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在这边 四十几年 我想分享一下 美国这地方 你不专 如果你的工作不是别人很难取代的话 你永远不会按铃 你们明白吗 当你老了之后就知道了 你的家庭永远不会稳当 你必须要专 是不是 是专业 专一 你越专 别人越难取代你 你越稳 你有个好处 你是马拉雅 你是小数民族 你学英文你可以学 他们学中文学不会的 所以你可以学好英文 你就双语了 在这边的地方 是智慧的 是基于会的地方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美国现在是一个最需要福音的国家 你不要常常去想去远方短圈 这里有西班牙人 有印度人 什么人都有 就在我们门口 只要你稳定你自己 传福音的机会很多很大 美国很大 我住过Texas 我在海外里都做过牧师 每个地方 你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 美国实在是很 文化上面是一个多元国家 多元国家 每个民族有它的长处 每个民族都需要耶稣 简单来说 我希望你把握机会 你拼不拼 看远一点 十年之后会怎么样 是否你需要可以 我不喜欢念书 英文我又不懂 念一些专科 什么专科 每一样都有专的 在教会当中 你知道社会在变 教会的成分 成员在变 我来美国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念书 结果我念了十三年 因为我还要服侍美国的地方 中国人不简单 除了China Town 比较跟我以前差不多之外 就是很多地方的人 个程度很高 假如你不明白他们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 所以美国是很复杂的 我不要误会 我不以为他们比我们高 而是说每个人的城市 不是城市 是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 他们住在某个地方 假如你不明白他 你就很难去帮助他 我们做牧师也蛮复杂的 真的很惨的 因为像什么人都要认识他们 按照他们需要去帮助他们 回到师父 社会在变 教会的结构也在变 我希望你明白 一个教会增长稳当 你要教会稳当 你必须要赚两样事情 教会增长两样事情 必须要做得好 第一 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一比七 假如你帮助一个新来的人 跟七个教会的人认识 不但是认识 不但是交出他名字 而且知道他 认识他 变得好朋友 他永远是这个教会的人 别人抢不走 无论你教会讲太好 那不是要 因为这里他有七个朋友 他一定来这个教会 所以关怀不是去关怀 他为什么上个礼拜没有建议 关怀是 有志愿我告诉你怎么做 就是帮助他跟七个人建议 很好的关系 第二 这是跟今天晚上的主题有关系 每个人有机会服侍 这个教会就是他的 假如不是他没有机会服侍的话 他不但永远不会看这个教会是他的家 而且很会批评 他没有办法参与的 他就批评了 今天尝试唱得这么烂 你看他走音 我会知道 今天讲台 他没有参与的 我不是跟很多弟兄姐妹都说 有一次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做650份饭的 你们免费的 两块钱 今天为什么我问有些人说免费的 有收两块 新人不要钱 我问的是新人 我们教会收两块半 比你们贵五毛钱 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拿着一盘 猪脚饭来说 陈牧师两块五毛 你看是什么东西 我一看 出脚啊 他说你看清楚 我戴眼镜看清楚 你看不到上面的毛 有毛啊 怎么可以骂两块五毛 你吃口看 把那个吐出来就行了 他说你看这饭半生不熟 哎呀不好意思 怎么煮才熟呢 你们根本不懂我煮饭 我说弟兄 你能不能帮忙 当然可以 煮饭专长 请你煮饭 你煮650个人放你煮给我听看 不久他就来道歉了 牧师原来煮饭这么困难的 650个人怕得犯过 你煮看 然后呢 你怎么参加以后呢 谁抱怨两块五毛的东西 他去骂他 你批评什么两块五毛很大吗 你自己煮看 他有参与他就知道辛苦了 会不会 你不参与他永远在那边 今天的菜不好 今天的师班不好 你让他参与 他不但有拥有感 就是ownership 就是他觉得 这是我的教会 而且他不会批评 他会一心想 会说辛苦了 这是其中之一 就是在这些经文上面 你会看得出 我们参与事奉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 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定了这些 不是你拣选了主 是主拣选了你 他给你事奉的机会 因为要你成长 要你碰到难处 要你遇到 懂得怎么是爱 懂得怎么样 把目标交清楚 还有你要知道 神安排你旁边的人 是叫你去有机会服侍主自己 记得马太福音十二十五章吗 这是我小子当中的一个 他渴了你给他喝 他饿了你给他吃 他病了你来看他 你坐在这些小子身上面 就是坐在我身上面 所以你看着自主 为他做 去爱他 诗篇十六篇 大卫在里面说 他说 我信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论到这在诗上面 圣明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信说最喜业的 是什么意思 他对神说 你是我的主 无论事情怎么样 我认为好的东西 都在你之外 不在你外 就是说 你所安排的东西 结果怎么样 都是最好的 认到你世上的圣明 他教他们圣明 要这些百姓 常常反胖 常常有麻烦 但是他用神的眼光来 这是神 属于神的名 圣经说圣 不是叫我们的 Holy Holy那种圣 圣的就是属神的东西 属神的悲叫圣悲 属神的地叫圣地 属神的人叫圣徒 这名是属于你的 从你眼光看来 我自己看就不大美 不大善 因为常常想要害我 但是从你角度看来 我知道 你看他们是又美又善 我的心 你曾对神说 我的好处不在你这位 所以我心最喜爱 你所喜爱的 你看那些对象 弟兄姐妹 虽然他们不是真的 好像你想象一样 希望一样 美这么善 弟兄姐妹 他是神的子民 是神家里的人 你可不可以去爱他 爱他好像你爱主一样 OK 该是我跳过去了 这讲过了 我让你再看一次 事奉是神缩造主工人的学校 你念完主学以后 其实有更实在 更重要的学校 就是你服事当中 你遇到的人 神日院开始 就算你读神日院 毕业以后 后面你 你实奉的日子 都是你的神学课的 严信课程 OK 现在还有12分钟 有没有问题 我再继续下去之前 这是12分钟 8点了 8点半 发财了 还有时间 OK 先问问 我再继续下去 我还以为 你们累了 累不累 要不要take a break 不要 OK 问 问一些最难的问题 是什么 你能不能讲一讲 你事奉当中 最难受的经验 或者最喜乐的经验 一个人 谁愿意讲 有哪一个事奉 哪一个经历 令你 哎呀 难过的 快要命 真的令你 很不开心 好久不会忘记 有什么事奉 让你觉得 哎呀 太好了 有没有可以分享 你们都事奉过了吧 没有经验是很开心的 或者很难过的 不需要西局话 但是 有没有 没有 我就请前面的几位 我开玩笑 后面他们讲的多 让你们讲一讲 有没有 你最不开心的是什么 不敢讲 不讲 你不讲 我讲 你讲吗 他说什么 你讲吗 他说你讲 你叫我讲 我希望你讲一讲 有没有人讲 我先讲你讲 你打应我就讲 我最惨的意思是 我幸福不久 我是念英文中学的 所以我站在一个学生 英文团契 他们每次都是一个宣教师 美国人 其实英国人 他很会 他讲国语 讲得很痛的 他讲国语比我更好 但是他是用英文来讲 因为当时这些人 喜欢英文 所以他用英文讲 请他翻译 我是念英文中的 我坐在上面听他讲 我完全明白 我需要翻译 我觉得他讲得太简单了 有一天 有一次 那夫者团契人说 陈小龙 你是念英文中的 我说是 下礼拜翻译的人不能来 你能不能翻译 我说可以 每一句我都听得懂 只有站在上面 不一样的 所以开始他讲到 我就站在上面 开始五分钟还好 后来他突然讲了一句 The blood of Jesus The color is scallop 我说scallop scallop我就知道 是那个带子 干杯 他说没有理由说 耶稣基督的宝学是干杯的 那我怎么翻译 我就看到他 他就说scallop scallop scallop 然后第二次 他在讲 我翻译不出来 他就说 有没有别的人 你下去 最惨的是我还告诉同学们 来看 惨不惨 其实我很久都转过来 我说你也懂国语 你看我塞在那边 你就能讲出红色 猪红色 或者你再不懂 就用red red一定懂的吧 scallop是什么东西 他不讲 他吃了两次就 你下去 你们没有别人吗 有十几个同学来看我表演的 好惨 真的很惨 那到你讲 事实上 那吃 对我来说 是很好 这位西班的宣教师 他很爱主 一生都为我们中国人摆上 假如我要抓那个毛病 可以当然说 他是 对不对 他不应该这样 对不对 你要抓人毛病 随时可以抓 你看远方 就是有一天 你对一个领袖 补满的时候 可能他做错一样事情 但是 你要看总体来说 谁可以把 五十年以上的时间 给中国人 他到中国去 吃中国的东西 住中国的地方 为中国摆上 一天你就 那时神给我教训 什么你说了 我想师奉 但是我第一次师奉 就被别人赶下来 谈不谈 第一次 所以你有没有难过经验 假如你是我 你会学到什么功课 能不能说 假如你是我 那个师奉经验 对我有什么帮助 羞愧就羞愧了 羞愧痛定 失痛之后 你会讲到什么功课 好好学 学不会之前不要上去 对不对 还有呢 我当然想到有一天 轮到我 OK 你侍奉的时候 你要看中那侍奉的人 有没有理由 无论我讲什么 无论我说什么 要想到那个人的反应 同不同意 我一个姊妹 她失封之后 被一个教会的领袖 叫进去 她回来就跟我哭啊 哭啊 我说为什么哭这么伤心 她说 她说世界上看到很多笨的人 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我这样笨的 我跟她差不多哭起来 那个人说 我见到世界上很多笨的人 想不到有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好像你这么笨的 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很大 好惨 告诉你 兄姐妹 注重人比重施工 就像他笨做坏一样事情 比伤害一个人损失更大 同不同意 伤害了要补回去补回去 一句话说的合一 但是一句话也可以 使个人破碎 好像一个花瓶一样 摔在地上破碎了 你也补回去补 都是有裂痕的 所以服务的时候好注意 另外一方面 我又学会看一个人 不要看看那件事情 我生气很久 但是时候我想 谁没有错呢 我不是他觉得对 他是外国人 他的个性很直的 我不相信他故意的伤害我 他也不知道我是第一次 他根本不认识我 他也不知道我教了十几个同学来看我 他没有故意伤害我 当然是他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后来我就很 开始信仰他 我跟他变得很好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爱俗的 一直到达七八十岁 中心服侍主教最后一刻 谁能坚持到二十几岁 服侍到六七十岁 这个是不是应该值得我尊重的 但是他那次做 因为坐在我身上 我就很生气 后来我开始从这个角度看来 我很佩服他 他也会很忍耐 他骂人的时候 很直接骂人的 我们给他骂一次 真的糟糕 有首歌你们可能不会唱的 世界在背后 世界在前头 永不回头 我们唱错了 他在那边叫我们唱 我们领唱的时候 叫人家 世界在 十架在背后 世界在前头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你们唱什么 他骂我们 骂得很厉害 我们不是故意的 唱顺口了 这个人很值得 有一次去讲退售会 他晚上在营火会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说 有一天 只要你人生去到尽头 最黑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勇气走下去的时候 早一天晚上 你跑出去 望望天上 天上星星月亮 在四千多年前 照过亚伯拉罕 照过以撒 照过雅各 创造星星月亮的神还在 不要灰心 我被劳改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我真的不想活下去 太辛苦了 我女儿出生 我就被抓去 我不相信我有机会 再见到她 神要接我回去吧 我挖那个劳动 挖到手指都烂掉 神接我吧 那时候我就记起这位宣教师说的 人生的镜头 看看天上 我那时候就躺在窖外 我去看看天上 星星很亮 月亮很亮 我说我的神活着 这位传导人很好的 但是假如我抓住那个时候就伸他去 神若纠纏着罪孽 谁能站立得住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好好看人的藏处 很多教会很不满意他们的牧师 这几天晚上不停有人来找我 都是抱怨教会这样那样 我就告诉他说 对这件事情 可能我不知道长期我不敢同意你 但是可能他做错 可能 但是这位牧师忠信服侍三十多年 难道没有一点好处让你欣赏吗 人是很残忍的 那时候很多很多 你相不相信 你把信挖出来给一个人 十年 只要有一天有件事情 他不满意 他不会记得那十年你的恩情 只记住那样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师母常跟我说 你把信给别人 把生命给别人 他有一天对你好 是 Unexpected 就是意料不到的 假如他对你不好 是意料重的事情 你就不会上行 你孵出去 不要期望受的人对你好 对你好是 Unexpected 对你不好是Expected 你就不会上行 坐在主身上 我对你好 你对我好 太感动了 你对我不好 耶稣被钉十下的时候 那些和刹那的人到那里去了 是说钉他十下 有一天说你好人 可能就是卖你的人 会不会 我们都是这样 不要把希望放在人上 你侍奉的掌想 不是从人而来的 所以你不要灰心 有人不会认同你的服事 It's ok 耶稣都能排弃他 不要他 钉他十下 钉他十下 笨子都跑掉了 卖他的还是他自己门徒 相不相信 诗篇说 只要害我的人是我仇敌 我还可以忍受 当时害我的人是我的朋友 曾经跟我一起进出圣殿 吃饭的 耶稣说 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Why not you 为什么你不会 我讲这些不是使你灰心 是让你有个预备 不要把希望放在人的任何上面 人很残忍的 人很亏欠的 包括你跟我 所以有时候想起耶稣基督 我们还是在罪人的时候 他就爱我们 他好像羊羔被牵到宅杀之地 默默无声 弟兄姐妹 坚固你的手 站稳了 好好侍奉他 这不是重要的 因为 耶稣基督是解说这些 要改变你 让你更明白主 你不受委屈 你怎么知道 耶稣受委屈的时候 记住一样事情 耶稣被人冤枉的时候 他没有出生 以至于比达多说 为什么你不讲 你不知道我有权把你定死架 有权放你吗 耶稣一一言不打 耶稣说什么 不是从上头给你权柄的 你什么肉的那种 摩西有没有被人卖过 他自己家里的人 记得吗 还有250个 你系列的领袖站起来 难道上帝检选是你吗 摩西做什么 他把主权交还给神 在神面前复复 病人冤枉的时候 It's ok 不必自己伸愿 文牧师我受了很多了 有一天我在教会开会 开指示会 开完以后 那时候十字会在讲一样 就是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的脸色不得好 我还在想那件事情 很伤心 很难过 脸上的表情真的不好 我开会回去 我还在想那件事情 走过 回去之后 我就通常不会告诉师母的 我伤心好了 为什么要让她俩伤心 我有好的事情我就告诉她 我盼望的时候我会问她 但是有些真的很不好的事情 我不愿意把她打扰她 我就回去 自己很难过 第二天 有个指示打电话来说 陈牧师为什么你这样做 我说做什么事情 有一点老人家说 昨天中午 你从会议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给他们脸色看 什么人 什么时候给别人脸色看 你不要说了 他说以后不来教会了 他来教会好多年的 你要好好去 广东瓦的时候搞顶 就是摆平这件事情 所以我打电话去 那个老先生听我声音 陈牧师有什么事情吗 我说我道歉 有人说我那天好像对你不大恭敬 我想解释一下 陈牧师不必解释了 越苗越黑 你心里面没有鬼的 就不是打电话来道歉 说好不好我来 让我来这边 我跟你打杯茶 say sorry 我那天是 我还没有解释 他说不必谈了 来家里面不来都是一样 反正你知道你的问题 你回自己想吧 以后你不会见到我了 所以我学会了功课 以后无论怎么样 见到人的 有人就说陈牧师 为什么整天笑了 你的笑容是真的假的 为什么大家有一个面具做人 那你叫我怎么样 怎么样 打一个面具 也不行 我想告诉你一样事情 服事人不简单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意见 不过 It's ok 我没有故意给他脸色看 以后我就开始想想看 走出会议办公室之前 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 会被令人跌倒 但是好难 你既然不笑也不是 不笑也不是 我不知道怎么做 你叫我 我应该怎么样 你会不会笑的 不会 他不踩我 弟兄姐妹 不要紧 只要你心里面没有诡诈 只要你诚实 对人诚实 圣诚的国词 其中一个信实就是诚实 对人诚实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假如你没有办法解释 时间会解释的 我曾经试过一个人 十年之后打电话从上海 打电话向我道歉 我根本不记得他这件事情 不过 It's ok 他有心结 我没有 被中担的是他 然后他肯给我机会解释 他也接受没事吧 特别是侍奉 我得罪了很多人 有几个很好的同工 又有富士 不当生我气 而且离开教会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 她在念大学 她对青少年的事工也有负担 她对年轻的事工 大学生的事工也有负担 她从而做两样 她还要念书 我就很心疼了 我说姊妹 不要做两样 她说 牧师 神教我做的 我不能不做 我说 是神教你做 不过 先后有次序的 先做好一样 我不让你做两样 她说 没有 你不能阻止我 我一定要做两样 我说 一定不可以 第一 第一 为了自己的缘故 第二 也让别人有机会分担一下 她说不行 结果她生气之后离开教会 总永远不回头了 我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 我自己在神面前有清洁的良心 我不是延弃她做什么的 我是想爱她 帮助她 但是她不接受 It's ok 你不要期待每个人都接受你 OK 累不累 还有25分钟 我叫你们累了礼拜天 有没有问题 我还要讲下去吗 无所谓 怕你累 还要没关系 或者有关系 有关系 没关系 OK 你要走就走 我无所谓 故事你那个 什么干心 中心 开心 只会有前后 他要什么 白带 先生 你还要顺序 什么白带 前面是一样的 中心 干心 戴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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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就变得不开心 所以要加上一个 甘心 忠心 开心 伤心 再加一个恒心 恒心 恒心 把心一恒 恒心 恒心 恒心是什么意思 恒心 我以为你说把心恒 我走了 恒心 OK 那是真的 恒心 有人问过哥培里 说你也没有想过辞职 哥培里说每个礼拜一都想辞职 我做牧师这么多年 我诚恳地告诉你 很多次我想算了 最重要的一次 我在纽泽西服侍 教会的确让我本来是很甘心 开心 忠心的 后来变得很伤心 那天我服务在办公室里面 我写就讲我爸比一怕要算了 至少那时候 我从七三年到那时候 已经差不多有二十年 我以后不干了 那时候有人突然间打电话来说 牧师我要来看你 一个弟兄来找我 原来那是我做门徒训练 所以他是我门徒当中的一个 他说他在上班的时候 突然间当中的时间觉得很不平衡 他常常想到我 他说牧师有事情 不知道心灵感应我什么 我不知道 他说牧师有事情 他向公司请假 打电话给太太请假 来 我们去看牧师 他跑来办公室 大概下午两点多 三点 我想不到我把东西抛下来 准备不干的时候 真的 我本来是很重心的 而且很甘心 开心的 做到伤心的写字 把心一横 他来找我 他说牧师 Are you ok? 我看着他 我不敢说 因为我出生 我就有脸泪流下来 他说不要做了 我带你去 原来他早就跟他约好 要带我去New York 看Broadway show 你知道吗 那些Broadway show 是巴老辉的歌舞表演 那是一个戏剧 我虽然不会忘记 Phantom of the Opera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反正anyway 去看那个 他买的那个票是在上面 需要望远镜来看的 根本看不到下面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知道吗 那天我很享受 因为有人记得我 来托我一把 带我去New York吃一顿好的饭 然后带我去看歌曲 我从来没有看过的 我享受的不是那个歌曲 我根本不知道在演什么 但是我记得 Somebody care 有人关心我 需要的是与爱哭的人同哭 在服侍人当中 我们是partner 我们是伴侣 你费心的时候 我去扶你一把 我费心的时候 你纪念我 不是彼此攻其 同攻 不是攻打了攻 是一起服侍的攻 每个人有软弱的时候 有伤心的时候 没有伤心的时候 我不伤心 除非你真的不是很在其中 你一定会失望 对你好的是unexpected 想不到意外的 假如人对你不好 是正常的 对你好是意外的 但是人还是人 我去北卡的时候 我问那英文牧师 我说 你侍奉这么多年 你最相信什么 同脚示范的人用脚 同桌替我 在背后别人看一道 想不到教会当中也有 他说OK understand 我知道 我也被人查过 但耶稣 逼他的亲爱的门徒骂了 It's OK 主 主说什么 若有人要跟随我 就要舍己 天天背起大使家来跟随我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对不对 人骂我一定会骂你 人怎么对我 所以弟兄 你做得很对 他也很对 有时候要把心一横 把心一横做什么 算了 你知道吗 每一次你在提出来抱怨的时候 你这等于受伤的地方 爸 也加一点事 算了就说 算了 不想提了 假如你能够discipline 就是自己管理自己 你的思想 想到的时候 你不要继续越想越开 越相信 坦白说 你找人谈是没用的 有时候越谈越相信 能够真的明白 劝你的人不多 要哭像主哭吧 哭完就算数了 把心一横 Forget it 能够服侍下去 这功课是非常重要的 你中心开心 相信 然后要把心一横 不再提出来 再来过 甘心 中心 开心 希望下次不是伤心的 我保证你会伤心的 什么不会呢 我们都是人 你爱他 不是因为他对你好 弟兄姐妹 四封是一个学校 而且你相信 诗篇二十三篇 在我敌人面前 神为我摆设的言习 但是原文这个字呢 可以这样翻译的 神为我摆设的言习 就是把敌人放在我面前 翻译嘛 这样翻译也是很准的 这翻译单一是不一样 原来有时候神把不喜欢的人 让你相信的人放在你那边 让你知道什么是师父 师父不是听别人的讲声 你会相信的 不要把心一横就跑掉 因为你是逃兵 我碰过一个美国的退休的牧师 年纪很大 比我头发还白了 不然是看不准年纪 他以为我五十多岁 我看他是八十多岁 其实他跟我年纪比我还年轻 头发还白了 他退休了 所以你退休干什么 他说我写一本书 他说那本书叫做《杨辉瑶的》 《杨辉瑶的》 《杨辉瑶的》 我说羊会咬的 我要写给基督徒和年纪传道人知道 他们去到教会服侍 从甘心 开心 忠心到相信 灰心 然后把心的横就跑掉 我告诉他说 假如他把心一横跑掉 跑到另外一个教会 那边同样有 换了个名字而已 等着咬他 那边同样有羊等着咬他 一直咬到他学会功课为止 你学不会 你还是会走 向心 忠心 更心 把心一横跑掉 没用的 上帝爱你 他在另外一地方 再陪一批人等着你 要你走到学会功课为止 事奉是个学校 你当过病的时候你就知道 在里面训练你的 不会好日子 不会让很多 他会让你苦啊苦啊 断任成为一个 可以把心一横不再计算 跟随主到底的人 不是因为别人欣赏你 因为你爱主 爱你服侍的人 他们是神的声明 是所最喜悦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信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只要你看不准这个 这些什么声明还咬我 是啊 咬你的是神的声明 爱不爱他 去爱吧 弟兄姐姐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我又多了几个心 中心 干心 干心 还有什么心 相心 灰心 恒心 谢谢 宛如好厉害 是不是宛如 宛如在哪里 还是什么问题 还有九分钟 要不讲下去 或者你有问题 你有问题 可以活一点 不然我上去 我看你们都差不多睡着了 不会啊 我会 有没有实际上的问题 没有问题 我真的讲下去 有没有 还有 没有个人告诉我 你事奉最高兴是哪一次 没有高兴过 除了上星之外 有没有开心的 有啊 讲 谁可以讲 你们都不要紧嘛 有没有 不讲 坚决不讲 不讲我就伤心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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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羊群有成长的时候 蛤 羊群有成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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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看到羊群有成长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他有成长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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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你看到你牧羊的对象好的时候 他是最开心的时候 你看到他懂得爱人 爱神的时候 你最开心 没有被咬的时候 没有被咬的时候 就很开心 你没有学会 你没有学会 你就不咬你就不行了 是的 师奉有最开心的时候 我最开心的时候 是我看到有人出来比我更好的时候 我做门徒训练 我不是上课 我在那边做门徒 大概做十二个到十个 我最短的 我在纽洛西做了十三年 一半 我活给你看 那后来他们每一个都比我强 都是牧师长老 做师傅的配奖 有一个开了性的教会 我去那边就很感恩 因为有一天我过去的时候 还有比我更好的人在服事 我叫人弹吉他 有个姊妹就说 因为我出来开始性的教会 所以讲道也是我 弹吉他也是我 弹钢琴也是我 什么都是我 后来有一天 那姊妹有个姊妹说 牧师我年轻的时候 弹过吉他的 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几岁 他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弹过 我看他现在在四十岁了 我说你还要弹吗 让我看看你的手 他让我看 我说你肯不肯把指甲剪去 他说我肯 你怕不怕痛 我就预备好了 所以我叫他 念了大概三个四个月 我说下个礼拜天 我一起上去 他说不要紧 我在你旁边 两把吉他 对不对 你跟着我 他说我怕怕 我说你行的 这样下去 三年之后有七个比我更好的吉他手 我不必弹了 我自由了 不但是自由 而且他们谈得比我更好 我的老师藤牧师 他看到一个年轻人 在教会长大的 他离开以后 他把教会交给了年轻人抹回 这个人走以后 牧师离开这边教书以后 有一天他听到有年轻人讲道 他立刻跑上去报仇 人想说 感谢主你讲的比我好 我最开心的 是看到有年轻人上来 我最开心的 知道他们忠心开心 甘心的是奉主 我最开心的 是看到他们把心一横 决定跟随主 我最开心的 其实伤心的时候 他能够再爬起来 做得比人更好 是不是很开心 我开心的就是看到以前种下的果子 还在 弟兄姐妹 各位 我明天我们会讲到一个 师奉的最大的 最有效的 教会一定要这样做 而且是合福圣经的 以福所述第四章 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 教士等等等等 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子 告诉你最好的福师是 你栽培出一个比你更好的人 那是你给教会最好的福师 我在教会当中 我对执事会有要求 很严的 假如他肯提名做执事 我说假如你做出事了 我们有执事的orientation 就是预备他们怎么做执事 我说你有三年时间 第一年你自己认识怎么做执事 负责你的事工 第二年你替我找一个比你更有权力的人 你就帮助认可带着他 第三年你准备带他来执事会开会 不能投票不能讲出去 但是他要跟着你看看怎么执事 没有保证他一定可以做执事 但我希望你为教会打一个人出来 所以我们最后三年就换一班新的信学 本来是十三个人做生做死都是他们 不久就二十六个是三十几个 大概主学老师也是一样 四班以上我永远不会发现 那两个大哥哥把我讲到那种 唱吧我陪着你 其实我的笔很响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唱笔的人 就把笔就是南低音把别人压出来 后来他说佳蓉要耳朵来听 唱四班生用耳朵来唱了 听着别人 因为你是南低音是在底下拖出别人的 你不要拖出来 然后他一步步来教我 后来他们两个说感谢主 你唱得很好 假如他能够栽培多一个人 你想想看现在有这么多人 假如你们每个栽培一个 三年之后西罗亚就很稳 神栽给你一千人你还承受得住 假如做来做去都是你的 每个人你有开心甘心忠心的时候 你有伤心的时候 假如你把心的横不是继续走下去 你走掉的话 我们就越来越少人了 你一定要把你的心血 把你的时间投进一个人身上面 你不要贪心 不要想尝试带一半 一个好了 不一定他会出来 但是把你的生命给他 两三年之后 希望他比你更好 这是最好的投资 事奉事 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时间 还有三分钟 让我再告诉你一个故事 在北美洲有一个青少年 ABC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American born Chinese 他是ABC牧师的牧师 他是北美洲华人教会 英文部牧师的牧师 他训练很多很有名的青少年牧师出来 有一次我跟他吃饭 我说 告诉我 你的牧师是谁 他说 为什么留文 我说 谁可以随便出这么出色的一个 好像你一样 服侍法人教会 我告诉你 我的牧师 他不会讲道 他讲道一定会睡着 他也不会教主学 你不知道他讲什么 他也不会行政 我说 就你叫讲什么 他说 我想告诉你一样 我的牧师有一个长处 他爸的生命栽培十几个年轻人 他常常陪着他们 礼拜六他陪着他们 在他的教会当中出了十几个 北美洲很有名的青少年牧师 他说好不好 影响力很大 他十几个青少年牧师 也学他 是把自己的生命给十几个 这样下去 他就multiply 就是乘数 这样加征 把你的所有给一些人 让他成功 你就会 希罗雅教会做的最好的服侍 当然不是叫你不要尝试 不要误会 尝试的时候 带一个 辐射的时候带一个 这样子的话 就会带出很多东宫来 好 时间 还有最后一分钟 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有没有末了的话 谢谢你忠心 开心 甘心的来到这里 不要伤心的离开 明天 明天会不会来 明天会不会来 为我祷告 我是很想念我的爱人 但是还有一天我就见到他了 为我祷告 最近我讲话太多 喉咙有点沙沙的 那我们请长老大 你给我祷告吧 我会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 借着你自己仆人今天所带给我们的信息 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同工服侍上面所遇到的难处里面 就让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今天的教导 能够来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困境当中走出来 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上服侍 我们知道都不容易 大恩主 我们知道 正如经上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所有的服侍 所有的劳苦 都会随着我们来见你的 祝你也祝福我们今天晚上 每一位弟兄姐妹老师 身体上的需要 就让我们回去之后 能够好好的休息 就让我们能够补充体力 明天能够继续在你的恩典当中 在你的话语当中继续的斩进 谢谢主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工 以及牧师你上的脚步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安安 谢谢